今天民進黨質詢要問核能跟治安還有槍枝的問題 那請市長執酬對決不要迴避 市長待會會怎麼應對 我這一輩子從事公職43年了 我永遠很效忠我們的國家 愛我們台灣這一塊地面 尤其面對國家現在的情勢 不然是對外國際的情勢滾絕 台海的穩定跟區和平非常重要 對內臺灣的挑戰更多 不管缺水 缺電 內政很多需要改變的 更重要人民在生活的過程當中 有很多問題期待解決 我用這樣一個態度 都是希望我們國家的內部 每一個人都能夠完結在一起 唯有內部的團結 不要製造對立跟衝揚 我們一起攜手面對 才能夠讓台灣更加的穩定 也更能夠安居永遠 所以我們大家一起共同面對 攜手合作 市長剛才還有韓國瑜破文說 這是中華民國是我們的國 台灣是我們的家 中華民國是我們的國 台灣是我們的家 這是韓國瑜破文 他這是公開力挺的論調 然後選總統 另外呢他有提到這個皮帶論 他說台灣現在就像他的皮帶環一樣 小小一個但是很關鍵的問題 台灣的面積不大 但是台灣人有志氣 有志氣 我們一定團結更強大 所以我們只要一心一意 為中華民國 為台灣這個土地要來打拼 大家共心共難 絕對都沒問題 剛王淺秋在廣播的時候提到說 市長是否有主動邀約 韓市長偷查 那是要了解的嗎 其實都是朋友 所以大家都彼此關心 謝謝 市長你怎麼看最新的民調 你是微不上朝 然後反過代表是下場的上朝 那如果是換成郭台銘書站的話 支持度更是不太樂觀 甚至比柯文的 你怎麼看就不可以 這個民調高低都是參考的用 所以主要 我們只要有心為國家 為人民做一點事 就大家同心起立 一起共同面對 讓我們台灣會更好 國家更進步 市長因為現在郭台銘做出了不少努力 那黃偉翰就說 如果侯市長今後被徵招 後果不堪設想 那如果市長真的被徵招 有想過怎麼整合郭台銘嗎 我相信 一直以來我對郭董在產經 在新北市的發展 我都非常的敬業 那我們都一心一意 想為中華民國多做一點事 大家都同樣的想為國家為人民多做一次 所以有共同的信念跟共同的價值 我們大家就一起共同的面對 讓我們國家會更好 市長 民眾支持者來開獎 那是對說是如何快支援 謝謝大家 都非常的關心 也非常的需要 我們大家都一份力量 凝聚在一起 所以抱著這個信念 我們都是同樣的 努力的打拼 不管是來台灣 中臺灣 北臺灣 與鄰近所有的力量 讓我們國家更進步 臺灣安居樂業 您要詳細說侯柯佩才有可能贏賴清德 那怎麼看你未來會跟柯文哲合作嗎 認同他的態度 未來侯柯佩的這個支持度會勝過賴清德 那你未來如果真的成為總統參選人 要如何跟柯文哲來做合作 其實臺灣每一個人 只要有共同的信念跟家族 要為中華民國為臺灣這塊土地 做出更多的貢獻跟犧牲 很多的事情只要體戀相同 大家就是為這塊土地 能夠創造更多的穩定 環柔有趣 其實大家一起共同面對 就齊心齊力 共同往前走 所以我們看黨要發心好棒 現在有聲音傳出說有難投不請你 謝謝大家 都給我們很多的關心 基層的聲音 我們都會傾聽 我們不斷的傾聽 也不斷的期待 我們因為傾聽解決人民的問題 讓這股力量 能夠不斷的跟我們站在一塊 所以其實為政者 就傾聽民意 以民為天 以民為百 大家攜手打請你走 市長 黨要對小行動 練場持正面態度 跟您的態度是不是不一樣 我今天有看到報紙 易景民一帆 目前在張牧丹中 其實我是警察出身的 其人跟警察在法律的位階上 角色功能是完全不一樣 既然角色完全不一樣 那面對現在的狀況 政府有責任 把我們的國防整合政策說清楚 包括在招募過程當中 民航易景 在資源金市的工作上 到底要如何扮演什麼一個角色 都要很清楚地向大家說明白